前面這一題 如果我今天在這邊再加一個Button 那這個Button 當我按下這個Button的時候 要去判斷帳號密碼是否正確 如果正確的話就跳到另外一頁 如果不正確的話就跳出錯誤訊息 跟他講說你的密碼錯誤 這個部分怎麼撰寫 其實這也是常見的一個程式 那我想你們可以試著看練習看看 運用我們所學的 像跳到下一頁的話 前面有講過 用那個Activity傳送Intent的方法 傳送就可以接到下一頁 這部分的話我們思考看看 那接下來的話第七之七的範例 這個範例的話 首先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幾個部分 我們的介面長得就像這樣 第一個呢 需要的部分 上面就是 請問你的興趣是什麼 吃飯睡覺寫程式 最後的話我們打勾之後呢 就會跳出你的興趣是 你打勾的項目 執行起來之後的話 就像這樣 這個部分你可以自己去想 多想幾個 比如說吃飯睡覺 你打什麼 上網 打球 好那這邊的話 顯示出來的話 就會是像這樣 這個介面上看到 這個就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Checkbox Checkbox在這裡 一個 兩個 三個